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先生崴了 准备强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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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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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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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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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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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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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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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让你受惊了 我没事 今日一晚 早点休息吧 明日一早 你就可以离开了 离开将军府 我 将军 放心吧 相公那边 我会解释 你也蛮人傻的 我也是想 若是兴魂当夜 将军夫人她就死于非妙 萧韩生她定然 脱离不了干系的 漂亮 谢王爷夸赞 你知不知道 沈亲是我的人 我 我知道啊 可是王爷 不是让他 嫁给萧韩生了吗 我揣摩 您的意图肯定是 想借机搬到萧家 你下不了手 我来喽 妙啊 妙啊 再爱你啊 我用得着你来帮我做这些 下去取卵的事吗 我要让小海神 成为我活的人 这样我还会把 曲王和联王他们吗 你敢说 你敢说 如果沈亲今晚 出什么事的话 你是个做兄长的 就准备好两副棺材吗 两副棺材 是谁的 你揣摩一下 我 我揣摩出来了 我马上去吧 妹妹 你可千万别死啊 千万别死 夫人 我叫弗灵 将军派我来伺候您更衣 这是给您准备的换洗衣物 夫人今日受惊了 给您准备了一些安神汤 将军还吩咐我们 不得叨扰到夫人 我们就在门外候着 有事您叫我们就行 我是施妻 不是施妻 若太子真是孝诚红事 为何手中要 紧揣这个玉佩呢 郑国公千丁万处 让你莫要再查太子之死 你倒好 回来成婚就是为了此事 我真是搞不懂夫妻 为何此事 只要让我回来成婚 太子之死 朝堂震荡 如今国事当前 儿怎可回去成婚 何为国事 何为家事 太子之死为国事 成婚之事为家事 太子之死既成事实 接下来 无论谁继位太子 都不过是朝堂之政 谈何国事 我消失一门几代 镇守边关 旨在守卫疆土 保卫百姓 家事 才是国事 若朝堂不为 百姓何以为家 你不用再说了 总之 太子一案 你不许再关 赶紧回去成婚 等你能够明白 将士们拼死杀成 为的是什么 再回来 太子一出事 相国府那边就主动请婚 你如果真查 他可就是线索 你倒好 要把宋上门的线索赶走 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 齐一 我见过他手上的雷痕 他明显是被绑架过来的 有人想要他与命于将军府 齐二 齐二是什么 我直觉 他不是奸邪之人 直觉 你认都不认识他 怎么又信你的直觉啊 我的直觉救过我的命 也救过你的 若此事与他无关 我不能害了无辜之人 先去看看他明天走不走再说吧 他若真走 那可是圣上赐婚 将军夫人无故失踪你担当的旗帽 还若不走 兴许啊 这一切就是一场苦肉计 他在陪你演戏 承蒙将军照拂 暂且借走一件长衣 还真是说走就走啊 走了也好 将军 宫里来人了 何事 说是请将军和夫人出来接旨 这麻烦来了 沈大小姐 沈大小姐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给我出来 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 来得早了一些嘛 原来我的眼睛 这么很开 这颗荔枝 处处可能有人别爱 我怎么把它给包 把我的脸还给我 我费了这么大劲和你换了脸 你觉得我会轻易地还给你 我再说一遍 把我的脸还给我 来啊 你杀了我 杀了我 你这张脸再也换不回来了 你想见你姐姐吗 她就在前面 海内监带着家风告命夫人的圣旨来了 已经等候多时 我早与你说过 此乃圣上赐婚你不能放她走 再没有人出去接旨的话 那就是抗旨 阿借 若是你想救她 用我的脸帮我做一件事 我命令你真偏的脸 对 来 他 你 你 我 话不问爱恨情愁 誓言就很如星球 寥寥人间走一走 邂乎小慈娘作咒 容颜已欢心已久 独我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